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感染人数为12人 疑似病例为100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为5例 疑似病例为64例 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又传来新的进展 中日友好医院确认使用瑞德西韦后 战无明显不良反应 这对于一个药物的适用性极为关键与重要 与此同时 吉利德公司与多家上市公司合作 加快瑞德西韦的生产进度 如此看来 瑞德西韦对于此次疫情的病毒一定会产生正向的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